大家好,今天是1月5日,星期二 今天开始讲股是下跌的 最主要是科技股下跌 阿里巴巴跌3.3%,令指数跌48点 恒生指数开始跌191点 国企指数跌76点,科技指数跌67点 除了阿里巴巴之外,药明生物因为股东配股跌3.6%,令指数跌30点 汇丰跌1.1%,令指数跌23点 中国移动跌3.2%,令指数跌21点 相反美团升1.16%,令指数升15点 A股开始跌0.31%,上证中合指数跌11点 开始后跌幅扩大,恒生指数跌超过250点 主要是因为优邦跌1.5%,令指数跌44点 开始后,讲股低位反弹 主要是柳交所突然宣布取消了向三间中外电商公司 除牌的命令,令到电商公司大幅上升 中国移动升7.4%,令指数升48点 港交所升3%,令指数升38点 内放股持续下跌 中国海外跌3.52%,是跌幅最大的蓝筹 碧桂园跌2.2%,华润质跌1.6% 相反物流股大幅上升,沿通速度升28% 加幅物流升10%,思路物流升11% 上周收市恒生指数跌84点 国企指数跌11点,科技指数跌63.9% 1,185亿 下周港股由跌转升,主要是电讯股上升 中国移动升7.9%,令指数升52点 港交所升3.76%,令指数升49点 腾讯升11.6%,令指数升41点 沿通升9.4%,中国电讯升5.7% 电讯设备股也是上升的 中兴通讯升3.2% 铁塔升6.4%,经讯通讯升3% 医疗股也急升,微创医疗升14% 外康医疗升9.8%,春立医疗升5.9% 收市恒生指数升177点 国企指数升51点 但科技指数因为阿里巴巴下跌,跌26点 成功2150亿元 柳交所取消 将三间电讯公司除牌,令港股急升 完了,停止了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